在经历了7月份又一次加息之后,多伦多的夏季房地产市场已经放缓了脚步,相比上个月,房屋销售量和房价都有所下降。 多伦多地区地产委员会透露,GTA地区7月份的销售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7%,环比下降24%,为4912套,其中独立屋销售量下降46%,半独立式住宅销售量下降45%, 连排别墅和公寓销售量分别下降52%和48%,这说明,市场正在从2021年和今年上半年的狂热步伐当中缓和下来,Terob将市场放缓归因于利率的飙升,加拿大央行将7月的关键利率提高了整整一个百分点, 这是24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直接导致了买家需求下降,很多人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住房印象, 而卖家们希望从自己持有的房子当中赚取更多的利益,暂时退出,以等待市场再次转向对他们有利的阶段 其他卖家则开始转向炙手可热的租赁市场,因为那里的控制率在上升,相对房屋买卖更有利可图 加息同时带来房屋平均售价的下降,上个月GTA地区的房屋平均售价为107万4754加元, 而相比去年同期仍然是偏高,但对于6月114万5994加元的平均售价来说,已经下跌了6%, 房屋综合基准价格超过110万元,同比增长12.9%。 Terapew首席执行官约翰·迪米歇尔说,许多有未来购房计划的GTA家庭因为市场走向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 而政策的制定者可以帮助缓解这种焦虑,因此,Terapew董事会呼吁各界政府重新评估和澄清于抵押贷款和住房发展有关的政策, 不仅如此,建议对房地产行业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制定和管理压力测试准则时, 透明的过程和合理的理由也是十分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速度放缓, GTA地区第二季度的公寓销售量仍然高于10年的平均水平, 2022年第二季度的公寓价格也创下类似新高, 地产咨询公司Urbanation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为应对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对房屋销售的影响, 预计今年将有近1万个GTA公寓单位被推迟发售。